哈喽大家好 我是智柏 欢迎收看 这是一个关于 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同胚跟好朋友 你好 欢迎波波 为什么欢迎我 是我欢迎你吗 反客为主啊 宣宾夺主 对啊 对我们今天这一集非常不得了了 就是我们同根生的最强最红的台柱 哎呀 有台湾爱戴尔之称 哎呀不知道谁捧出来的 真的不知道是谁捧出来的 不过你的滚猴鹰很厉害 你啊 这样的 他可以用滚猴鹰做任何事 例如那个 你来一首路边一棵榕树下 用滚猴鹰怎么唱 这个太普通了吧 真的假的那要什么 哥哥爸爸真伟大 好啊 好啊滚猴鹰的 你想要夹在哪里 你随便你 哥哥爸爸真伟大 每个都给你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个都给我 对 为什么你滚猴鹰会这么厉害啊 就练习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去上那个 乌龟乌龟翘辫子 是 他还问我们说这滚猴鹰要怎么练 哦我当初是自己摸索的耶 我一开始也不会耶 我觉得应该要办一个滚猴鹰大赛 你就是示范主 任何歌都可以滚这样子 嗯我一开始是用Rolling in the deep 去练习的 你真的是爱戴尔耶 因为我很想 我很想要唱出来那个 we couldn't let it down 那个 但我就弄不出来 我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 弄不出来 哦我那你后来就自然而然就会了 我就一直听他到底是怎么 怎么用的 怎么发生的 对然后然后无聊啊 怎么路上厕所啊什么 就一直啊 然后有一天就会了 引擎发动的声音 好其实我们今天呢主要这个节目就是有聊关于创作啊有关于生活 嗯那呢流鱼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鱿鱼哦 对啊鱿鱼啊 不然你说鱿鱼 鱿鱼 要不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因为一定有些人不认识你 对应该很多吧 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平常在做的工作有哪些 哦我平常做的工作就是 最大宗的就是唱歌嘛 对 那唱歌又有分成助唱 嗯 跟同根生的主唱 嗯跟唱Acapella 对 那 就这样 那教学 还有教学的部分 是教钢琴或是唱歌 嗯 那 还有什么啊 还有和声 和声那种就是比较额外的 没有这么稳定的 偶尔会有一些 一些像写歌的case 或者是写和音的 或者是一些商演啊 可能去什么音乐节 或是什么 甘菊节啊 之类的 甘菊节 就是 反正就是有什么活动就去唱啦 对 基本上是以声音工作为主 是 然后全职的音乐人 会去比赛啊 会去比赛 对 奖金猎人啦 我们的鲁鱼就是几乎 你好像只要有你参加的比赛 几乎都会得奖 但是有一个比赛 是几乎啦 没有错 就也没有全部 你这辈子 有没有立刻被刷掉的比赛过 就刚刚那一个 哈哈哈 可以在这里讲吗 可以啊 我们刚刚去录 综艺大热门的拆歌王 哈哈哈 我们总共有五组 对 我们是最烂的那一组 第一关就被刷掉的那一组 哈哈哈 第一个被刷掉 然后坐在loser去 game over game over 就搭档的game over 登登 对 但我们两个其实 还是有展现团队默契啦 就是 我们尽力了啦 对 我觉得我们真的尽力了 我只能说 我真的尽力的太难了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宜兰人 那鱿鱼呢 跟我们都是同一个国中的音乐班 她是我学妹 是的 但是我们没有遇到 因为我比较老 哈哈哈 其实应该快遇到了吧 就是我毕业你刚进来 你老我四岁吗 没有 两三岁吧 两三岁就会遇到啊 就刚好我毕业你进来 确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老四岁吧 嗯对三四岁这样 对三四岁吧 所以我在那之前 学生时代我真的不知道尤语 尤怡婷 哦 但是你是 但我们知道耶 因为你们那时候去南逸 要办一个什么 什么那什么考 毕业音乐会 那什么音乐会 就是晋级考 哦晋级考 就是什么什么高中生大学的哦 对一个考试的音乐会 然后你跟一个吹笛子的学长 对我同学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 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大家好满爱看音乐会的 那个时候是 对那个年代大家很爱看音乐会 你说那个重点 对 然后那时候宜兰虽然是一个偏乡地方 但演艺庭还是有很多音乐会 没错 而且大家都很踊跃参加 对我觉得现在就没有 这些偶尔 我有时候想说 不然 看一下演艺庭有什么活动 嗯 来看一下不然可以去听一下 会不会有什么 台北来的钢琴机啊 有什么的 结果都没有 哈哈哈 而且疫情过后 这个艺文活动又更少了 对我觉得现在 其实那个听空在那边是实在是蛮可惜的 对 一栏眼一听 那其实我们 因为求学时间 就像你说 我们其实经历过一个接触音乐的黄金时期 是的 你小时候啊 会不会就是家里很常买CD 我很爱买CD 那你爸妈会带你去唱片行挑那种吗 我爸妈 我爸还好 都是我妈带我去买 然后我妈会说 那个考试前三名才可以买 哎我也是 我后来问童根生团员 大家都是小时候 爸妈会一起带去买CD的 对 然后买都是一叠一叠那种 然后什么歌都听 哇我不能买一叠 我只能买一张 就是当奖品这样子 但可能因为像小绿他们家 就是开餐厅需要大量的音乐 要播音乐 对所以她妈就是会带她去 然后林巧也是 就她家看到很多复古的CD 哎那其实我们家以前是开那种 娇娃娃机店啊 对 我们也要放很多音乐 但是我爸都叫我上网抓用烧的 哈哈哈 这可以播吗 我觉得你说出一个就大家普遍的现况 就以前那边 以前的时候盗版是很猖狂的 什么Foxy吗 对啊 哈哈哈 然后一堆毒啊都在电脑里面 展完之后电脑变超慢 还是展 都一直下载 然后 然后有时候就下载到一些 那个名称跟内容不符合的东西 一些A片 颜色的对 哈哈哈哈 然后打开怎么是这个 哎 感觉 哈哈哈哈 对 就是那些在毒 对 很毒 然后把它放在随身碟 对不对 随身碟 也可以烧CD啊 在车上听干嘛的 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 我还有跟我同学就是说 哎 不然我们都很穷啊 我们列一下清单 就最近想听什么 啊就说我们以前 就已经想听FIR 对 那个也太不错 然后想要听那个蔡敏佑好了 然后我们就列一个清单 然后我们会轮流买 就说好 那你就先买蔡敏佑 我买 我买那个FIR 哦交换 然后我们再交换听 然后我们就像家里的电脑 把它那call一片 而且超高纲 以前对于想听音乐这件事情 你会花很多心思 而且还会去印那个歌词本 那你有没有 因为国中生都会写那个手操 六孔九孔子 你有写歌词吗 我会写啊 上课很无聊 哈哈 就写在那个课本上面 哎 那现在想想 你觉得那时候就是跟音乐 然后我又觉得我超厉害 我都把歌词背起来 对啊 那时候那年代的歌词都背的起来 但是现在就是过了就过了 那时候好像看待 现在都还要看歌词 哈哈哈 那时候对待音乐很认真 对不对 而且因为那时候投入比较多的 时间在聆听 那些歌曲上面 所以自然而然就背起来了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 你因为我们都是念国中的音乐班 你国小念音乐班吗 念音乐班 哦你从小一轮音乐班 我是音乐班音乐班音乐班音乐系上来的 那你的路途真的是一个特例耶 什么的 因为一般的 我们就是比较相对古典学院派的音乐班 嗯 很少人现在会变成像是以流行歌手为主的 哦因为 因为 你在学院派里面算是自己走出了一条路耶 可能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唱歌嘛 然后很喜欢听一些流行 流行歌 嗯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也有参加热音社 就我就很梦想 就是在舞台上唱歌这样子 哎可是你小时候念 就是听流行音乐的时候 有被老师就是说 觉得那是不入流的东西或干嘛吗 老师 高中的老师有 一开始就是对我很好 嗯 觉得我超有前途 对 然后 自从我加入热音社之后 那个我们真的不是会写什么周记吗 对 然后老师都要批改 嗯 然后我就会跟在上面跟老师分享 就是哦 踩热音社什么惩罚很棒什么 觉得我们很厉害 努力练习什么歌好好听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写说 嗯 那如果你想做这个的话 那你倒不如就转换你的跑道吧 嗯 然后他就 从此就对我很冷漠 我跟你讲 就是学员派从小都这样子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 就是看到那种热音社成发心 你觉得哇他们好帅哦 可是你表面上一定要觉得 这也没什么啊 哎呀我不会哎 我还会去看那个偶像签上会 我知道你有去飞轮海吗 我有去过 哈哈哈哈 我还有去黄毅达 我有去过SHE 哈哈哈 那你们什么 那还去过什么 你还去过什么 蔡依林 哈哈哈 我还有去过江慧的 哦你歌路很广 哈哈哈哈 因为假如 我没有去过蔡依林哦 那个应该都挤爆吧 他们来宜蘭啊 你知道宜蘭就什么 麦阿蜜啊 嗯 然后以前就是唱片行那几间 哦以前那是 我还在宜蘭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 去成家那些 因为那时候你还小 你才国中啊 因为我爸很严格 对啊 对 所以我都是在高中有次去 因为我高中是在新竹 对 念竹中 嗯 所以我就大去特去这样 那你们班有跟你一样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吗 有啊 就是会跟你一起去追星的 但是很少啦 哦 因为同才压力 就像我们同才之间也是会听 可是 我觉得在音乐班呢 或是学院派出来的环境很怪 就是一本 基本上你要练习或都是考试的那些 可是你平常不太会听你考试的曲目 你基本上都听流行歌 跟你听流行歌呢 老师也不会很鼓励 或是他们会觉得 那时候觉得大众文化就是 可能不够high class或干嘛的 我们那个年代会有这种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默默喜欢 但是心理上又实际上又做另外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次 后来认识你的时候 是你那时候毕业 回来宜蘭发第一张EP 然后我才知道 哇你是我学妹 你是古典的音乐班出来 然后又自己做自己的创作 我觉得超帅 然后你记不记得我就立刻约你吃饭 那是在发EP之后吗 发EP之后 因为我刚才有一个很好笑的机缘是 那为什么你会知道我联络方式 因为你妹是我学生 哦 哈哈哈 你妹之前你二 对对对对 我妹之前是吹声的 然后我就教她 然后那时候还请你伴奏 伴奏 因为我们要省伴奏费 你姐姐只好练习 然后我就发现你 我说哎你姐也太厉害了吧 然后后来就这样子 就都 我那时候就崇拜的感觉 崇拜 对 快乐崇拜 要崇拜我 忘了你存在 这个有版权问题吗 没有没关系 然后 所以就是 呃那时候又觉得说 哇 由于这样子的出路很厉害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 其实你后来是念 应用音乐 应用音乐 哦那虽然是一个转列点吧 嗯 那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我本来是主修小浩 嗯 然后可是后来小浩 吹一吹就遇到瓶颈 哦 就我觉得我一开始的 小浩老师没有把我教好 哈哈哈 所以我的扣心 嘴心 是错的 ok 就是比较 憋紧 然后不放松 就是你没办法吹很久 市面上应该找不到你 小浩老师资料吧 哈哈哈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应该说什么 简介不会说诚师是谁 但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是 一定是 嗯 阿公老师 阿公级的老师了 反正你也没有在小浩界啊 没关系 对 对 那那时候就有一个瓶颈啊 就是我没办法吹大曲子 哦 因为会很累 然后吹不完 那时候有 例如说那时候毕业什么 不知道要吹十几二十分钟 还三十分钟的曲目 对 我就没办法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转换跑道去 学理论作曲 哦 就觉得好像乐理不错啊 可以去学下理论作曲这样 然后就 中间然后高二的时候就 转 主修 转成理论作曲 哦是哦 对 然后可是呢 到考大学的那个 考学那个叫什么考试啊 连招 北连 不是 北连是考高中的 嗯 学测 学测的那个 素科的是什么 大考 有大考 素科考试 对 我的主修 超烂的 你说理论作曲吗 对啊 烂到爆 那时候我好像最高能够上的公立学校 就是中师吧 台中师院 对啊 这样我们这样讲 要逼掉吗 我觉得没关系啦 对 没有我们那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妈就 因为我妈就很想要我 她就是那种很热心的妈妈 她就会帮你查很多资料什么的 她就说 哎那中山大学有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不用看主修的 就是她另外再去考一次 哦 独招 对对 她是只看你那个三小科 就是市场乐理听写跟国音 OK 对 那主修是去那边另外考 因为她是 她的规划是大一大二是 理论作曲跟应用音乐都要一起学 然后大三的时候再让你选说 我要走 理论作曲还是要走应用音乐 那很符合你的背景 其实 那那时候 本来我妈是跟我说 啊你就去考啊 因为那个松山大学中字背听起来 比较好听吧 然后又是 国立的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说 嗯 你就去考啊 你就大三之后再选回理论作曲就好了 嗯 殊不知去了就放飞自我 你就去了就唱歌为 赛也不想要再碰理论作曲 哈哈哈 对不对好烦哦 我要 我要 我要写 不想再写那些东西 这样 哇那后来以后去变主修什么 就 大三的时候我是选应用音乐啊 哦 应用音乐有分主副修吗 还是 就主修啊 主修是什么 创作与应用就 创作与应用啊 我就应用组 他有创作组跟应用组 哦那 那那时候是那时候开始唱歌比较多吗 没有啊 我就有乐音社你刚忘记哦 就高中的时候 失意啊 高中的时候就在唱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啦就中间就都一直蛮爱唱歌的 那可是创作的话可能是到大学吧 才开始有创作这样 哇塞 因为大学的时候就是会老师会给一些功课啊 主修老师会给功课啊 其实就是也算是一个转机 为机 画为机为转机 对不对 搞不好 我觉得好像是 哎 如果去念中诗的话 我可能现在不会在这边哦 在这当老师 你有想过吗 没有 超讨厌当老师 对啊我不敢想象 就是暗表操课 但是如果有学校想要找我们去分享 或是讲座的话还是欢迎哦 而且我们由于非常会带高中生创作哦 我们不是一起游哦 我们带社团啊什么的 我们之前有一起合作一个课在高中 然后就是 因为一般会有大概三十几个不同背景 然后大家程度参差不齐各种乐器的 然后我们不是有带他们一起 一起演奏 对 一些流行歌 对 然后会想一些hook啊 让我们编进去这样 我比较喜欢好玩的事情啊 如果是真的一般的那种 教那种音乐课 我可能觉得有点无聊 嗯 所以你还是 呃 以好玩为主 是的 有趣为主 像有时候可能去跟学生分享一些 什么创作生涯 对 反正就乱分享 唱一唱唱一唱 讲一讲 唱一讲 就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学生就会投影 崇拜的目光 你很享受那种 嗯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可是你不要 你像你只要去有讲座啊 我们的那种限动 都会发 都会被人家传来说 因为我会讲到同根生 对 或者说鱿鱼真的好会唱哦 干嘛的 但是你自己现在一路走过来 嗯 因为我很常常也会看你就是 因为其实助唱也很累 因为我们鱿鱼也是到处奔波 是是是 有时候也会感叹说 我之前看你前几天发一个状态说 人生好贵 嗯 这有什么有感而发吗 就活着就是要花钱 这是没错啦 你的人活着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花钱呐 对 但是而且赚钱也不容易 赚钱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越来越不容易哦 怎么说 嗯 嗯 机会不是应该蛮多的吗 对你而言 不是 我是觉得说那种 那种薪资或者是 我就不管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吧 就各个各行各业的人 嗯 就我们现在可能花费都比较比较高 但是薪水没有涨得很多 嗯 对啊 对所以 而且我们其实都是很乐于工作的人 但是你会有这种想法 可见真的还是有面临到一些压力 对啦 因为本身家庭是有一些需要我支出的一些金额 对 哈哈哈 对啊 但其实 你知道你之前不是 那有时候人在衰啊 你身边的一些3C产品就会坏掉 你最近有东西坏掉啊 iPad坏掉啊 你iPad坏掉啊 iPad碎粉碎有黑块啊 真的假的 你说那个很原始那一代的iPad 不是 是我新买的音乐才买的那一台 哈哈哈 为什么 我不知道欸 因为好像压到吧 诶新的iPad怎么都薄啊 好脆弱哦 啊怎么办送修 我还没有钱送修啊 哈哈哈 报价1万呢 哈 萤幕是最贵的 哈 天啊 我也是救的 而且原厂的修法是 他直接 他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换 直接换整心机给你 对 然后一个是什么 忘记了 反正就是原厂的修法是2万多块 嗯 然后你去外面找人家修萤幕 就是1万块 对 我知道比较便宜啊 对啊 嗯 我知道哪一家 然后那个 哈哈 车也坏啊 你车也坏 我去年车也坏啊 我家里在付车袋 然后我 我那iPad分歧还没付完 还他就破了 人生好贵 对人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人生真的好贵 但你还是 很贵吧 很贵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 很 还是很乐观啦 有时候 输发归输发 对不对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你还是很乐观 很正向的 我很正向吗 有些时候 像比如说一些低潮的发言 但是 看到你人的时候 因为你还是会付诸行动 你不会就是摆烂那一种行动 哦 摆烂吗 其实我心里是很想要摆烂啊 但是你不会 我是 我的最大的愿望 人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当一滩烂泥 那 那 那 可是你有这样子过 就是 在家休假 没事 就费一整天 有 但费一整天 就是看剧啊 吃饭啊 躺在床上啊 看剧吃饭 快拔了吧 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 到了晚上就会觉得 呃 晚上了 呃 怎么会这样 因为还是嫌不下来的人吧 嗯 还是 嗯 如果能够有条件嫌 谁不想嫌 这样子 对啊 如果我可以去外面那种做贵妇美甲 是SPA 但很好啊 嗯 你不是有做吗 哈哈 是没办法吗 我们要去表演啊 我们手一定要有颜色啊 我 而且其实 但是我觉得 而且我们找的都很便宜哦 我跟小绿去同一间 我们这个 真的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美甲店 哈哈哈哈 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 是一个非常那个 执行力跟意志力很强的人 我觉得是要有人 起个头啊 或者是有时候我会无聊 冲动起了一个头 对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你就是 意志力很强 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是你从今年开始 你说要做 然后你到现在 每一天都在做的事 你说玛丽吗 对 哈哈哈哈 玛丽挑战 跟大家科普一下 玛丽挑战 就是 一个 呃有两个 两个飞碟电台 以前 现在还是 是飞碟电台的主持人 叫马克跟玛丽 然后他们以前有一个节目 叫青春点点点 对 然后他因为他是深夜时段的节目 后来因为什么 广播政策还是什么关系 就没有深夜节目了 所以他们那个节目就被砍掉 砍掉之后 他们就留了里面 其中一个单元 叫马克信箱 回复听众 寄出来 寄过去的手写信 嗯 这样子 然后他就流传在podcast 跟youtube上面 而且你是狂粉 因为他出了一个玛丽 就是日历的例 日历 就是一天私一夜那一种 然后他会告诉你 每天要做什么任务 对 每天有一个任务 他真的每一天都履行 有几天有失败了 有失败吗 我有打叉叉 像前几天有一个任务是说 对 对你 失礼 无礼的人 说 谢谢你 我爱你 哈哈哈 那一天呢 我们的bass手呢 他就丢 在我身上丢鬼争吵 丢大把的鬼争吵 然后他就录一个线动说 这个人刚对我丢鬼争吵 谢谢你啦 哈哈哈 然后从那天起我又觉得说 你真的是非常的 就很累 我还是想说 啊今天我还是要做一下 这样 今天的任务是 对每一次的失望跟拒绝 说 说谢谢 哦我们今天失望是什么 就是那个啊 就是猜哥失败啊 我们要对他说 谢谢 谢谢综艺大任 让我们失败 对不对 对 然后 希望你可以早日摆脱 大女孩 不要看到 我这是 everywhere 都会被问 哎真的 everywhere 你知道要打破这方法是什么吗 就是同根生要爆红啊 对 那不会看到你是大女孩 看来我就会想要同根生 这样才是正确的 真的还是正确的 真的 然后 然后其实呢 主要呢 也想要 想要 让你呢 对大家分享说 如果 想要这个学唱歌啊 或是做创作的话啊 有什么样 对你来说 要养成这些技能 你平常有什么 累积的方法吗 累积的方法哦 嗯 当然首先就是你要喜欢啊 对 你也不能说 啊不然来 唱个歌好了 但其实你也没有说很喜欢 那就 有点难 热情啊 热情最重要的 对 不管怎么样也是要有热情 然后唱歌的话 我自己一开始也就是随便乱唱 嗯 然后 喜欢什么歌手的时候 就会去模仿他 他唱歌 哦你之前喜欢啊 以前都这样子 你之前模仿哪个 以前有模仿过什么 蔡健牙 或是魏如璇那类的 那你模仿 哦无法想要你模仿蔡健牙诶 以前啦 那你现在 现在比较没有 要你模仿他呢 那太久了 就不会什么歌 嗯 嗯 无底洞 只能说一段 幽灵一段 感情 好不好 抛物线 好 抛物线 好 爱沿着 抛物线 现在不像蔡健牙 这不像你现在就尤怡婷啊 没有对 所以我觉得我唱歌 唱歌部分就是从模仿进化的 就是你模仿了各个人之后 你就会发展出一个 你自己觉得唱 唱得最舒服的方式 我懂 有一个目标在那边 对对对对对 可是看蔡健牙是比较抒情的 你后来是变成一个很浑厚的美声 对啊 其实在加入同更生之前 我是 蛮爱唱小青星 或是 比较温暖 如果是以 冰原转身 所以这样转起来看的话 相对来说 应该就是水灯祭典 这是你以前的歌路 对 那一首歌 但你现在还会唱这些歌吗 会啊 我助唱的时候 还是会偷唱一些小青星 但你以前一直都是 因为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真的都是小青星形象 睡花洋装 哎 睡花洋装 对啊 所以林乔老师才会对我产生怀疑 不是吗 哦 一开始说要找鱿鱼来唱歌的时候 鱿鱼可以吗 他都唱小青星耶 怕他战胜不了 哈哈哈 对 但是后来 但是你以前都没有就是迷恋这种 嘶吼的嗓音过吗 有 爱戴尔啊 你刚刚说有啊 但是我大学的时候突然想要突破啊 哦 不然我高中的时候热音社 有时候我们唱一些那种什么 艾维尔 那种那种 艾维尔也 艾维尔还好 那时候我们很唱一些什么 Nirvana 哦 哒哒哒哒哒 就是那种什么 Smills like Teen Spirits 的那一种 嗯 那种我以前蛮抗拒的 哈 就是他的 诶 嗯 这是你的歌录耶 那个我 我以前会觉得 天啊我是俗女 我怎么可以唱这种东西 你以前有偶包 对 以前有一点 认真有偶包哦 对啊 以前我成八都是要当俗女 都好像都不说话 也不互动哦 真的你是高冷的耶 对啊 就你现在就是到处躺 我是想要当陈启真这样子弹 其他这样 很漂亮在那边唱歌这样 可是你现在是随便到处都可以躺耶 对啊 哈哈 我也很放放弃人生了 这个转变超大的 哈哈哈哈 你现在有个躺平耶 对啊 哦 加入同一生之后就觉得好像又更 更over一点 诶你知道他真的很屌 我们可能去各个外场啊 演出不管是多热 他vocal可能会很快先试完音 他试完音 他就躺在舞台上哦 他等大家去 因为我们要储备能量 等一下要唱唱跳跳 对 你知道你们的歌很难唱吗 诶很多人这样说过诶 诶可是你知道我想要办一个 我们的歌唱大赛 办在影视你觉得怎么样 请问有谁会参加 鱿鱼粉 鱿鱼粉站出来 鱿鱼粉很少哦 有啊有尖叫声 哈哈 就一个而已 我觉得他就要报名了 哈哈哈哈 他就是报名的那一个人了 哦好 你是带你指定曲是哪一首 八宝公主 太难了啦 诶 八宝公主 他你还把他编成阿卡佩拉版 哦对我最近有编一个阿卡佩拉版 很厉害 有机会网路上听到 大家都唱到要往生 我觉得那个不要闹了 你用那个人声唱Bassline 那不知道谁写的哦 那个Bassline是柯大 哈哈哈哈 他后面 那个后来正好也不是还给什么 Bassline 他用阿卡佩拉唱这个 没有啦我后来把他改简单 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太 人声 人声的构造 太超过了 那个人声太困难了 对啊 那就是 所以 我没有跳脱了这个 这个话题对不对 我觉得很棒啊 哈哈 我觉得很棒 飞月 主要就是要跟啊 就是原来你的这个转型 你一直都是从 你看从学院到流行 对 从小清新到私后 对 你是不是有一种多重人格的感觉 我后来中间 最近 我比较会去听一些什么 Winnie Houston 或者是什么 老歌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Beyonce 什么之类的那种 哎 我想到 因为你那时候一回来 Love on top 那种 那时候你一回来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很会说 Christina 你很适合这一些歌录 对啊 大家都这样跟你讲 可是我不想唱 以前我不想唱 我感觉的出来 因为我之前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会说 哦是哦 哦是哦 我就想要小清新 对 但是我也不会弹吉他 哈哈哈 对啊就小清新这样 但你现在自己会去听了 嗯 嗯 因为 因为 像我今年 年初的时候 我去看那个 Winnie Houston的自传电影 你有看吗 没有 叫什么与你共舞哦 嗯 他的一首歌不叫 Dance with somebody 还是什么 忘记了 嗯 然后 因为他那个电影 真的太让我震撼 哦 因为他真的太会唱了 OK 真的吓死我 就觉得说怎么世界上会有 这么会唱 人类可以唱成这样 嗯 然后他曾经有一个在一个 是不知道是葛爱美 还是哪一个 哪一个颁奖典礼 他有唱了一个十分钟的主曲 嗯 非常的累的那 嗯 非常的非常的累 嗯 你可以 我当然 怎么可以 我们之后会上那个 Google 让大家联罩 对 我整个看完我真的吓到 你是觉得 我觉得他是 精怪 你的神级人物 对 所以我就想 想要 变成那么厉害 这样 天哪 那我们可以 我们要走 Winnie Houston的路线了吗 那你要写歌啊 哦 老大要写歌啊 哈哈哈哈哈哈 八包工程 一代歌姬 鱿鱼 对 他那个 他那个live 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太可怕 太厉害 然后 但是这些东西是你以前 不会有兴趣的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 那不是我的 领域 不是我的styled 我根本没有必要去碰触 但我现在就会觉得说 哇好厉害 我也想变那样 太好了 你有一个新的目标产生了 哦 你不是都会有一个目标 然后就会一步一步靠近他 还好吧 我是烂泥 你忘了吗 没有 你是 我会push大家的人 在团队是这样的 哦 在团队是因为我觉得很烦啊 大家 如果不做事 我就会觉得 啊 那不是什么 要弄到什么时候啊 因为就daylight 就是摆在那边嘛 对 由于呢就是 我不做事的话 就是会弄到后面啊 对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你的关系 大家才会动起来 所以呢 某种程度呢 你就是大家的 垫脚师 没有吧 是你吧 我觉得我们互相 你不是会问 你不是会挖一些怪比赛 跟我们比 哎 但是如果你没有说 你如果说不比的话 我可能就会不想比了 可是都会你说了好 我就说好 那我们就做 因为我是可能需要别人 给我动力的人 所以我跟你说 啊不要 你就就不会比了吗 我就对啊 我就说好 他们不想那不要 我就是一个这么会被人家影响的人 早说嘛 哈哈哈哈 哈哈 早说嘛 哎 好啦 那我们今天呢 很开心邀请到鱿鱼 哎 这么短暂啊 对 我们可以 下次呢 再跟大家来分享 没问题 没问题 更多鱿鱼的 因为鱿鱼还有很多 可爱的面向 等待大家挖掘 希望下次 有机会的邀请鱿鱿来 谢谢伯伯哦 谢谢鱿鱿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